大家好,欢迎各位又来到 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继续延续昨天的话题 肺癌复发远端转移该怎么办 对于肺癌患者来说 要怎么知道癌细胞有转移复发 以及出现远端转移该怎么办 转移该复发是不是可以预防这个部分 我们在上次已经有一些提到 关于哪些肺癌患者容易复发生转移跟复发呢 基本上要从肺癌类型来看 低分化的肺腺癌 或者是没有驱动自癌精英突变的腺癌 小细胞肺癌 发生转移该复发的机会会比较高 从肺癌发现的时间来讲 首次发现的肺癌时 临床分歧的多嘎 临床分歧越高 当然复发风险的风险也会越高 复发风险发生的复发 跟转移的时间也会越早 首次确诊已经是偏晚期的患者 即便已经接受过化疗 手术跟化疗等等 仍旧容易复发 如果首次发现时 癌症的病期比较早的话 复发时候可能会比较晚 或者是不会复发 肺癌最常见的发生转移 远端转移的部位有哪一些 肺癌其实最常转移的地方是脑部 骨头跟肺内的转移 但是还有一些还可能会出现肝脏的转移 小细胞肺癌就比较还会出现 比较容易出现肾上线的转移 另外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转移 也压迫到喉反神奇会导致声音撒哑 所以病患如果在追踪期间出现声音撒哑 要特别的小心 肿瘤如果侵犯到上腔筋脉 会超线面颈部的水肿等上腔筋脉众后群 肿瘤如果侵犯胸热膜 会引起热膜疾异 有时候通常是血央性 大量积水常常会造成呼吸困难 所以当有呼吸困难的时候 不妨照个X光片看看是不是有热膜积水 热膜肿瘤侵犯到胸臂跟热膜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引起剧烈的疼痛 如果有不正常的一些胸热膜的疼痛 要特别小心是不是有复发的迹象 上腓液肩部的肺癌 可能会侵入汗压迫胸过入口的器官组织 如低热跟热收骨下的静脉 必从神经进神经疼 这时候会产生剧烈疼痛 甚至会造成上肢静脉有曲张 水肿 上臂痛 上肢活动会有障碍 甚至有些病人会压迫到 胶感绳脂肠倒是上眼瞼下垂 瞳孔会缩小 眼球会内线 这个半边的脸没有流汗的 胶感神经的症候去发生 这时候都要怀疑说 这些肿瘤已经有侵犯到 颈椎的上部的情形 另外如果尽情出现一些 从来没出现的头痛 呕吐 肢体麻木或无力 或者眩晕 事物不清等神经学的症状 应该要考虑是不是有脑转移的可能性 持续固定位置的骨头疼痛 特别加上有一些血浆当中有一些碱性磷酸美 或血盖身高 应该要考虑是不是有骨转移的可能性 如果说有上腹部疼痛 肝重大 抽血当中一些肝功能 有些异常的情形 也不能够不排除有肝转移的情形 皮下转移如果有摸到皮肤下硬结结 或者是说 或者的时候也要怀疑 那肌胞如果有时候转移 血液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的发生 也要特别小心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肺癌病人 肺癌患者产生复发跟转移呢 基本上一定要配合组织 医师的追踪治疗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准则 肺癌的转移跟复发 能否避免与患者发病的早期的起诉 到底是早还晚 复发病的期处越晚 期处越高 就要越担心 要越谨慎 复发跟转移的风险比较高 那另外治疗是否彻底 术后的辅助治疗是否选择合理 比如说有些病人 明明就是所谓的 驱动精英 医缺发精英 阳线病人 目前会建议在术后化疗之后 再继续接受2到3年的标靶治疗 以及患者是否能够遵循医组 所谓定期追踪等因素都有相关联系 如果病期早治疗得当 定期的追踪又很及时 生活方式健康心态激 复发的距离肯定会低一些 但不得不承认 即便你各方面做得很好 也不能完全避免复发 对患者来说在积极配合治疗同时 还要同时配合治疗之后的长期追踪 重点是不要忘记一定要有正向心理 情绪心态对于是否会复发转移 以及复发转移后的治疗效果 也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对癌症病人千万要更以平常心 来对待追踪跟检查 也更应该以积极的心态 配合医师的追踪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也欢迎各位各位继续支持本频道 我们跟大家 各位明天网路上再相见 谢谢各位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更多癌症治疗新知 请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